我今天所說的訊息是如何帶領敬拜和禱告 其實今天也是一個操練的時候 讓大家一會兒去操練 我們其實總有這個機會去帶領 不要想到它很難 也可能你說我未去到第十級 你不用去到第十級的 你開始進步 你不要想到我要去到最完美 總之我一直進步已經可以了 首先當我們宣告神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很重要的是 一直討告的時候 或者帶領敬拜 都是經常帶領人去思想到神的恩典 帶領人去活在神的恩典裡面 活在神的愛之中 這裡我是將一些神的恩典 很簡單地寫出來 一目了然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神做的工作 當然神的工作不止這幾樣的 我們一起讀一讀黃色左邊的部分 一路讀下去 尋找 赦罪 拯救 聖靈耐性感動 神有感情地起源 神永遠賞臉 耶穌我聖靈代討 聖靈戀 耶穌親切地愛 神謙卑服侍 心靈身體醫治 這些不是全部神的工作 這些是其中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讓我們經常記住神的奇妙工作 我們活在神的奇妙工作 因為經常想著神愛我們 第一就是尋找赦罪拯救 就是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那時候神會尋找我們 去尋找 尋找 拯救 失送的人 祂會用方法 用不同的人找我們 然後祂又赦免我們的罪 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罪 我們會悔改 祂又會提醒關於我們的罪 然後拯救我們的靈魂 拯救者是很不同的 很明顯的分別 發覺犯罪會覺得不舒服 發覺犯罪的時候 是會想悔改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聖靈耐性感動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那裡聖靈來到 保衛斯來到 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別自己 就是為我們的罪 為到神的公義 我們做不到神的公義 為到將來的審判 我們都要審判 自己責別自己 你真信耶穌 他裡面犯罪覺得不舒服 生氣了人 說謊 沒有祈禱 沒有去親近神 心裡面會有聲音提醒我們 這就是聖靈提醒我們 而聖靈提醒很特別 就是他很耐心 以及他不介意我們拒絕他 如果我們有朋友 你說一起喝茶 他說我不想和你喝茶 然後你說我來探望你 你有什麼事 我不想見到你 如果一個人持續跟你說幾次 都是這樣說的時候 你的心會覺得怎樣 會覺得不舒服 甚至你會怎樣 有些人會生氣了 會不理睬 我們儘量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如果一個人堅決拒絕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 可能這個人不願意我幫他 我也幫不到他 人通常會永久去找一個人 而那個人永遠拒絕他 但是神是經常感動人 而人很多時候都拒絕 很多時候都拒絕神 但是神沒有放棄 神繼續感動 這是很特別的耐性 全世界都沒有這樣 所以你想到 我幾次不聽 時時都想回 神都仍然感動我 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樣 有空就會想想神 想神如何幫我 神如何祝福我 神如何提醒我 經常想回 神真的很愛我們 很多人只停留在什麼階段 我又犯罪了 我又做得不好 神也或者不喜歡我 有些人差一點 神也不喜歡我 神也不要我 這是差一點的程度 有些人好一點 我求耶穌赦臉 不過我真的不聽話 我都是不配的 這是另一層次 他也會說我求耶穌赦臉 耶穌是愛我 不過我自己不配呢 這是一個層次 另一個層次 就是看到神的愛 神的本質 他多關心我們 他不斷想祝福我們 不斷想赦臉我們的罪 不斷想幫我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我時時會不只是想到我的狀況 我會想到神做了些什麼 祂有什麼聖情 這時候令到我很喜歡神 而且經常看到神的工作 我越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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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神的工作 所以我隨時隨地 我都會說多謝你耶穌愛我 所以神給我這個互動的祈禱 互動的祈禱 這個名詞都是神給我的 為什麼互動的祈禱呢 你在這裡祈禱的時候 你說多謝你天父 立刻根據聖經 聖經就說到 我們親近祂愛祂的時候 祂是很歡喜的 所以你說 感謝天父 啊 神就很歡喜了 有些人你自作多情 你自己想而已 但是聖經說了 祂因我們歡欣喜樂 墨然愛我們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如果祂見我們都歡喜 何況我們親近祂 神啊我需要祢 如果一個罪人悔過 在神天上都會歡喜了 這句話不只是說 你信耶穌那時候 是何時我們親近祂都會歡喜的 所以我們何時祈禱都說 譬如你有困難 事房有困難 家庭有困難 個人有困難 經濟有困難 你說主耶穌啊我需要你 那立刻就說 神知道的 神會幫助我 雖然你必須按我的方式 和愛我的時間 但是神總有方法 即是一路祈禱的時候 多謝天父感謝主 我們好愛你 詩篇九月一篇 就是其中一篇 我們可以回去看的 詩篇九月一篇 最後幾節 說到因為祂尊心愛我 我就要答救祂 祂祈求善 我就要應允祂 我就要將祂放在高處 我要使祂尊貴 都是說到神很歡喜 你這個專心愛神的人 所以我們專心愛神 神啊 我很專心愛你 我們著心就歡喜了 即是神在喜歡我的 我在愛神 神是很喜悦的 這樣人就有信心了 就不會說 唉 我又不行了 我又不好了 就會變成親印神也沒有信心 你發現我親印神的時候 例如我領敬拜 我說 耶穌在祝福我們 我們享受神 有些人說 你以為而已 你怎知道神真的喜歡你 但是聖經是說了 其實基本上 這個互動式的祈禱 是因為我祝實神的應許 我們祈禱祂一定英勻 祂一定親近我們 祂是很歡喜的 我們一定結果子 根據聖經 而有這種互動式的祈禱 你就會經常都很平穩安靜 大家明白嗎 這個互動式的祈禱 好了 跟著下去 神有感情地喜悦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什麼感情 但是神是有感情的 那你就說 神真的好 你有感情 你的感情愛我 不僅是神對物體有感情 不是僅是萬物創造好的感情 是神和人有感情 多謝師父 你和我有感情的 你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然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那人就經常都有信心 你信心是這樣的 其實難不難呢 其實不難的 因為神就是愛我們 但是很多基督徒都 我很少見到基督徒告訴我 我真是活在神的愛中 真是好 我每天都在享受神 真是好 神在愛我 我也在愛神 真是好 我很少聽到基督徒是這樣 多數基督徒說 哎呀我又孤單 我又重担 我又煩惱 我又做不到 所以我們 如果帶領祈禱或者敬拜 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活在神的愛中 我們活在神的愛中 你嘴巴說出來都是 哇神真是好 神真是非常奇妙 神永遠想念 好像婦人不會忘記 吃蠻鞋 神永遠想念我們 因為沒有人會經常想念 但是神也經常想念我們 耶穌和聖靈都在為我們祈禱 耶穌在天父的右邊為我們祈禱 聖靈用雪筆出來的炭色為我們祈禱 他不斷地為我們祈禱 不斷地祈禱 祈禱就是不想祈禱我們 比德想否認耶穌的時候 耶穌都說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止於失了信心 然後聖靈戀母 有些人說 為何聖靈會戀母 聖經瓦國書四周五節就說 一起讀 聖靈戀母至於疾道 祂以至於疾道 為何戀愛我們疾道 這個字 戀愛在英文翻譯 就是yearns for 即是 學想 學求 祂很學想 與我們有這種關係 神很想 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神那種切勿 切勿與我們有親密的關係 以至於疾道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愛神 我們愛世界 愛錢 不愛神的時候 或者愛神是少的 但愛世界是多的 或者就算你愛神那麼多 不過你愛世界那麼多 神都不喜歡 神喜歡我們真的全心愛神 不要愛世界 如果我們愛世界 神就會疾道 那你說疾道 就好像很不好 這是一個正面的方法 不是像神就變成 你很壞 你整天都不愛我 我生氣了 神不是這種疾道 而是祂的心裏 所以祂是歡喜人 祂真是很愛神 很專心愛神 而且耶穌很親切 祂跟十二年血流的女人說 女兒放心 祂稱呼女兒 真的很親切 神都會跟你說女兒兒子 所以你其他時候 你會說 神啊我知道你是我爸爸父 你又叫我做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你很喜歡我的 神是謙卑服侍 牽卑服侍 即是說 祂其實是很至高神 你不會想像 國家領導人會來服侍你 沒有可能的 或者你公司的老闆 會不會走來 問問你 你今天怎樣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你 祂肯定不會這麼陰身 勢氣跟你說話 祂不會這樣去牽卑 但是神呢 祂是全能的神 你想像一下神那種天上 聖經講到祂怎樣 所有的天使在祂面前 祂一吩咐那些天使去做祂要做的事 而在天上 站在地方是透明的 好像天一樣 站在天那裡 是玻璃海的 神創造天地萬物 全部在祂之下 祂那種權能 這麼偉大 你看看太陽月亮星星 你想想人多小 但是這麼高的神 居然走來服侍我們 你向你按摩 這個比喻 你感動你 帶領你去悔改 去感動你 令你身體舒服 多謝天父 這些經文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 愛的經文 大家就放在記憶 去熟度 神會關心我們身體 和心靈 醫治我們 有很多人未必很關心 你不開心 你不開心 不關我什麼事 但是神真的關心我們 所以你天天活在這種狀況 天天都想到神怎麼幫我們 於是你天天都開心 天天都開心 天天都開心 天天都想到神是很好的 那你就會說什麼 你都會說到神的恩怨 這裏有一些經文 就講到 當人對他們親近神的時候 那種神的同在的祝福 《獸禮記》上十章五節 一起讀一下 此後你到神的山 在哪裏 有菲律士人的防兵 你到你成的時候 必願意的班師 知從憂壇下來 前面有古塞的 激古的 吹笛的 彈琴的 他們都受這樣說話 而或者令些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受這樣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這兆頭能到你 你就可以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這裏講到 就是當薩摩爾高立素羅 做以色列第一個王的時候 他就叫他去一個山那裏 你就會見到一班先知 他們在那裏奏音樂 他們都在那裏受這樣說話 他說耶華的靈 你去到他們當中就會感動你的 那你就會變為 跟他一起受這樣說話 又不是變為新人 即是講到這個神很特別的同在 並且你說你要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即是你要趁那個機會 你要做你應該做的事 因為神跟你在一起 其實神是無所不在的 所以這裏講的是一個神特別的同在 神強烈的同在 即是說一班人經常親近神 他們就有神特別的同在 我們都感謝神 即是在我們祈禱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人說到 來到我們當中 是有感受到神特別的同在 其中今天有來服侍祈禱的一個弟兄 你們都見過他很多次了 他都說到來到我們當中 他本來聽到很多邪靈的聲音 但他一來到這裏 他就聽不到 即是原來在神的同在 是可以有這麼大的分別 也有很多人有邪靈 一來到我們當中 已經有邪靈的彰顯 即是可以跟他說出來 或者是當他有煩惱 不開心 他來到又覺得鬆 我都將我一些錄了音的 祈禱傳給人 有些人聽到他都說 他人就鬆了 神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進入神的同在 所以你帶領祈禱和敬拜 不只是帶領祈禱和敬拜 而是你如何帶領人進入神的同在 然後在三個月記上十九章 或者是十章 這個十九章 其實不難記的是 記章節 你記十章和十九章 這裏就說到後來蘇羅不聽神的話 雖然他有聖靈的感動 不代表他一定跟從神的 因為很多人經歷聖靈 可以不聽神的話 他後來就不聽神的話 他就逼迫大衛 他逼迫大衛的時候 他就找人去捉大衛 但是捉大衛的時候 神的同在又祝福大衛 三個月記上十九章二十節 蘇羅打法人去捉拿大衛 去的人見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說話 薩姆爾站在其中監管他們 打法去的人也受神的靈感動說話 又二一節 蘇羅第三次打法人去 他們也受感說話 然後蘇羅自己往拉曼去 又三節 他就逐往拉馬的拿藥去 神的靈也感動他一面走一面說話 直到拉馬的拿藥 這裏是蘇羅做得不對的 他就想去捉大衛 在捉大衛的時候 派的人見到一班先知受感說話 薩姆爾站在其中監管 十章就沒有講到有薩姆爾在 十章就講到薩姆爾叫蘇羅去 而這裏十九章就講到薩姆爾和他一起 所以其實那班都是同一班的先知 就是薩姆爾在帶領他們的 那他就 他就見到薩姆爾當中 那跟著去的人呢 他就受聖靈感動在那裏講說話 那這個說話 在語言文就寫了語言 說語言 那可以就是說 他們就在那裏被神的靈感動在那裏說語言 或者是可以好像今天說謊言 無論他什麽形式都好 總之他們就馬上被神的靈感動 不想捉大衛了 然後第二個也是這樣 第三個也是這樣 於是蘇羅其實他的心很硬 他又去 但是呢 當他一路去的時候 神的靈一路在那裏就感動 他一路走一路一路說話 直到拉馬的賴入 即是一路去那條路他也是這樣 結果他又沒有捉大衛了 那這個也是神的同在可以保護我們 所以如果你的家裏和你周圍的地方都有神的同在 神就會將你整個人生命提升 整個人生命改變的 那麼我們又看到真的人可以在神面前很放 就好像大衛那樣 他就很放很放 在三位記下六章十二節到十三十四節 就講到他怎樣親近神 就怎樣放 我們正在下面那裏說到他去到藥櫃 走了六步 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奉 大衛穿著細麻伊丽爾忽德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 即是很盡力地跳舞 即是看到他那種愛神的心 而當時他娶了這個蘇羅的女兒米甲 米甲就激笑他 他說你輕致無恥露體 即是你不穿黃的衣 你穿這麼簡單的衣 但他說什麼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輕致 就算在神面前我更加卑微也不介意 若沙法王當他讚美的時候 他就打勝仗 打贏仗 歷代至下二十章二十節 若沙法暫著雪 信耶和華你們的神就必立穩 信他的先知必立亨通 若沙法既與民相義 就設立歌唱的人眾贊耶和華 使他們穿上聖結禮服 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 當清謝耶和華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 耶和華就派復兵擊殺 神又會保護你 神又會祝福你 神又各方面去提升你 我很感謝神 感謝神 我去到南非的時候 大家都聽到我看的影片 有兩個人 他們都預先 一個發夢 一個建議像 看到我 這也是神的肯定 不是我夠好 是神的肯定 你聽神的話 神就會肯定你 現在是第六、第七個 之前已經有不同的人 這也是神的恩典 我們是多謝神 不是說我們好 而是多謝神 而我們一個團隊 你說我們一起服侍 一起聽神的話 你都一樣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是最好的 好了 我就在我的教導 很著重發揚神的屬性 發揚神屬性的講道法 發揚神屬性的敬拜方式 即是時事發揚神的本性 是什麼意思呢 被人看到神多好 神那麼喜樂 神那麼充滿愛 神那麼多恩典 神那麼細心 即是神那麼多好東西 在我們生活 都是時事有神的同在 我們一起讀 從聖經常思想神的聖情和恩典 日常親近神 常經歷神 對不起 那不是日常 常親近神 常經歷神 有任何經歷都思想神的聖情和恩典 常會出神的聖情 常分享神的聖情和恩典 意思就是 常常都想想神的聖情 祂的本性 祂的恩典 神 神怎麼關心我們 又耐性 又溫柔 又激勵我們 又提升我們 又體卿我們 常常都想到這些 然後 常常親近神 就時時經歷到神的作為 那時候 有什麼經歷就想到 今天會起落 即是神的開心來到我身上 在我經歷四年之後 後來 有一次 我就開始經歷起落 一旗親土 就有起落 那我也有想 是不是我自己想起落 呢 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但是呢 我就想著耶穌 一想著耶穌 那些起落又溶出來 那我就知道 不是 就是我多次這樣做 就是想著耶穌 不想著起落 但是那些起落都會溶出來 那我就想到 神就是起落的神 所以祂來到我身上 我就有起落了 還有 經歷都想到神的恩典 還有祂的聖情 聖情和恩典是兩回事 聖情的本性和恩典 大家可以 就是我分析 就是怎樣 比如有一個人 他 本質很聰明的 他很聰明 代不代表他能夠幫到你聰明呢 未必的 他本質聰明而已 但是神呢 他本質聰明 但是他又幫到人聰明 神本質是開心的 但是他又幫到人開心的 神本質是愛的 他又可以把愛 好像水一樣 倒入你的心裡 那這就是神的特色 就是他本身有這麼好的特質 然後他又把特質傳遞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想到我們的神 他的特質是很漂亮的 就是 根本神是怎樣 我們很難想像 但是你就會想像神 神是個靈 神是個靈 靈體來的 但是呢 神呢 他靈體不是代表虛幻的 即是你將來我們會見到他的 實際都可以出現在我們當中 但是呢 他的同在就會 充滿愛 他一湧過來你就會感覺到愛 他一湧過來你就會感覺到愛 他一湧過來你就會感覺到開心 所以我們中間的人 來到內 都慢慢經歷喜樂 他又很細心 他又很提醒我們 他又很充滿聖結的 即是他樣樣都很好 所以你經歷的時候 你就想到神那種聖情多好 又想到他的恩典 恩典就是他給我 即是他有這個質素 他開心不代表我們會開心 是吧 但是他又開心 他又傳遞開心給我們 然後呢 我們就時時活出神的聖情 即是每天都好像耶穌這樣 那麼開心 那麼輕鬆 耶穌一天要做多少 無限量 是吧 他要幫多少個人 無限量 就算是上了天堂的 他也有幫 他不是休息的 為甚麼呢 他上了天堂 他還經歷喜樂平安 他都是神在做事 即是神是永遠都不睡覺 為甚麼不睏 為甚麼不睏 為甚麼神那麼有耐性 那麼勤力 每天做那麼多事情 又不亂 很多人做幾件事 即是人不可能 事實上很難做幾件事一起做 我們就會亂 但是呢 神是不會亂的 所以我們就活出神的聖情了 活出神的聖情 有神的愛 神的平安 興省 即是關心人 這些聖情 然後呢 時時分享神的聖情 人家經常告訴別人 神多好 我經歷到神的幫助 神真的好 即是每一件事都得到幫助 譬如這位姊妹 經歷到神的醫治 經歷到神的醫治 那你就想回 神就是醫治的 於是呢 你就記住 哇 神真的來到 就將我整個人變了 整個人更新了 你也是 經歷到喜樂 將你那些仇凡拿走 將你裡面經歷喜樂 即是當你一想的時候 哇 原來神就這麼好 我們的心就會時時 即是 口又會講 又會撥出來 好了 這個敬拜方式是怎樣 發言神屬聖的敬拜方式 領敬拜方式 即是經常被人看到神的恩典 神的聖情 一起讀 從聖經常思想神的聖情 那一年 自己在敬拜時 常看到神的美善 再帶領敬拜時 引領人感激神的美善 帶領人享受神的美善 帶領人被神的美善更生 帶領人進入神強烈同在 黃色的部分就是重點 一起讀的黃色字 聖經 自己敬拜 帶領敬拜時 感激神 享受 更生 神強烈同在 那這個講到什麼呢 就是由聖經去想到神的本性 和他的恩典 然後自己敬拜時 常常看到神的美善 我敬拜時會經歷喜樂 即是神是喜樂的 我敬拜時會悔改 即是神是聖結的 然後帶領敬拜時 時時感激 感激神多好 即是經常講出神的好 然後帶領人享受 我們可以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的愛 想到神現在在服侍我們 就是神在很細心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享受神 那你自己享受 你自己享受 你的聲音都會享受 我去宣教時 我就教導關於神的愛 有一個人就嘗試操練 我只是說他嘗試操練 我都給他回應 他要教人去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他聽到我說的訊息 他就嘗試去說 但他講的方向就是 你們要有愛啊 有神的愛啊 你們要活在神的愛中啊 但我聽完 那些語氣不是很對 就是我們可以說 神現在很愛我們 很疼我們 神現在掛著我們 我們可以想到神愛著我們 看著我們 我們可以享受神的愛 即是語氣沒有理由這樣 和我嬰兒子說 我很疼你的 你知道嗎 很疼你 很疼你 但你很疼你 但你很疼你 我疼你 我疼你 就是 就是帶領人感激神的美善 然後呢 享受神的美善 然後呢 就給祂更生 即不是每次享受 不是每次享受 給祂更生 然後呢 進入神強力的同在 去給神使用 那這個呢 就是這種寧敬拜方式 好了 寧敬拜的時候 可以用不同主題 這只是一些例子 大家讀出來 有些什麼主題 可以領敬拜的時候用 一齊擋一下 或者領祈禱的時候 神的愛 神在者類 神喜我們敬拜 神看從我們 神看過我們 神有奇妙計劃 神更生我們 神興起我們 神興我們 神興我們 這裡呢 講到神不同的 即是 各方面的東西 這些可以作為主題 例如那天祈禱 你可以開始講到神的愛 有些人會這樣 他講到神的愛 就講得很普通 即是說 神愛我 我愛神 神愛真是好 當他只是很空泛地講的時候 空泛地講的時候 人家未必明白 那麼我們怎樣去講 一會兒我會給大家看 我一會兒會講 怎樣去講到神的 怎樣去講到神的愛 而是具體 具體講出來 神在這裏 還有呢 神喜歡我們敬拜祂的 這些不是只一句 而是我們怎樣用 多種方式去表達出來 一會兒我們就會操練 但我現在會有幾個例子 神怎麼看重我們 每個都是神看重的 每個都很寶貴的 每個都是神的心肝寶貝 每個都是神的心肝寶貝來的 每個都是神在你生命 有奇妙計劃的 他很看重我們的 神又看顧我們的 他會照顧我們的 身體 我們經濟的需要 我們的困難 他會照顧我們的 神在我們生命 有奇妙計劃 我們每個都是神 整定我們是走一條美好的路 你願意呢 你就走這條路了 你親近神 遵從神你就走這條路 你不遵從就走不到 神到將來的時候 上到天堂 我本來是預備你這樣的 幫你走到這樣 那時候你說 原來神你一早就預備了 那神就說 羅漫書十二章 第一到第二節就說了 你們不要 將生意獻上 不要下化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變化 就能夠察驗這個神的善良 純全可以的使現 但你沒有去 將自己獻上的時候 你就走不到這個 全美計劃 我們每個都可以走在神完美計劃裏面 好了 神更新我們 即是可以有一次主題 神可以改變我們 更新我們 神可以興起我們 神可以復興我們 這些都是不同的主題 好了 現在用神愛我們了 神愛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表達 我們一起讀一讀 神看重我們 神思念我們 神定義祝福我們 我們是神眼中的同仁 神見到我就歡喜 神歡喜喜 喜歡見到我們敬拜 神再擁抱我們 我們軟弱時 神仍愛我們 神等了我們很久 即是你說神的愛 你可以說不同的 我現在試一下 你看著我一直說下去 我都是說神愛 神好 我們看重我們 我們每個都是神 真是眼睛 神看著我們 而看著我們 就像媽媽看著子女 很疼我們 很疼我們 看重我們 他又掛著我們 他掛著我們 得到神的恩典 掛著我們 在罪中 神又很想我們回到他那裏 當我們去到他那裏 他又很歡喜快樂 他真的定義每個都祝福 每個都提升 我們是神眼中的同仁 即是說 如果有人摸 如果有人摸 傷害我們 就好像摸神眼中的同仁 即是 你會不會被人摸 你的眼睛的同仁 摸你的眼睛 我們個個都不會的 如果有人嘗試去傷害我們 就好像摸神眼中的同仁 所以神是很不歡喜的 神又看到我們就很歡喜 看到我們身近他 很開心 很開心 我們敬拜的時候 神又很歡喜 神又在擁抱我們 我們軟弱的時候 就算我們犯了罪 我們不聽話 神依然在愛我們 他的愛沒有改變 當我們回到他那裏 他的愛就入了我們的心 我們不親近他就入不了心 親近他就入了我們的心 但是我們未入心 他也在愛我們 不過人經不經歷到他的愛 神一直在愛 現在在愛我們 那誰經歷到他的愛 越相信他的愛 越去愛他的人 就不斷地活在神的愛中 即是說 我們可以表達 如果你要表達 怎麼表達呢 當我們親近你 你就會歡喜 你的愛就可以湧入我們心裡 安慰我們的心 就跟我們一起了 就變成我們的祈禱不會太空泛了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就會這樣說 神啊我愛你 多謝天父 我愛你 你也很愛我 多謝天父 我愛你 真的很愛你 說來講來都差不多的說話 人聽一下就開始覺得麻木了 但是我們可以說 神啊 每個人都看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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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我們 好像媽媽見到一個寶寶 很開心的樣子 神現在看到我們 神是因我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即是其實將神 首先深信神的本性 和神的祝福 尤其是我們經歷到 然後將祂那種具體的祝福 用人的說話說出來 即是怎樣呢 神好像媽媽看著我們這樣 神看到我們就開心笑的 即是用一些容易明白的說話 表達出來 人就會更加深刻印象 在領結領祈禱的時候 好了 神在這裏 我們一起讀 講神在這裏 神在這裏 神在這裏喜歡我們敬拜 神在這裏陪伴我們 神在這裏祝福我們 我們享受神的同在 有神同在就不孤單 神同在叫我們喜樂 神不撇下我們 神同在就更生我們 神同在就像天堂 我現在嘗試用不同的 去講神的同在在這裏 可以怎樣說法呢 神在這裏 就是在這裏看著我們 當我們敬拜祂很開心的 其實基本上我們 將它很具體化 很真實地去形容出來 亦都帶著感情 有些人說 你作狀而已 哪裏有什麼感情呢 但聖經說神 是因為我們是歡欣喜樂的 我們應該和神有感情的 我們看到聖經裡面 形容神和人的關係 都是有感情的 即是浪子回來 那爸爸是抱著他 疼他的 是神 耶穌和耶路撒冷 他在哀哭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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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想招聚你 好似母雞招聚小雞 他是帶著感情的 其實神是充滿感情 但人呢 沒有什麼感情 即是人很多事 缺乏感情 神現在很開心 我們在這裏敬拜了 神陪著我們的 無論在哪裏 神時時和我們在一起 你越敬拜 你越感受到神的陪伴 有時我們都會孤單 我們呢 有時要等車 有些人在這裏發露鬥 但我們等車就可以 啊 想到神就在這裏陪著我們 我們在想著耶穌 愛著耶穌 耶穌的同在就會陪伴我們 OK 神在這裏祝福 神來到不單止是 是在這裏看著我們 還在祝福我們 給我們有平安 有喜樂 並祝福我們整個生命 我們可以享受神的同在 你感覺到心靈輕盛 就是耶穌祝福你了 在享受著 有喜樂 神叫我們享受 很多人用很多錢買 去旅行 都是為了享受 但我們呢 隨時隨地免費 隨時可以經歷天堂些少 你越投入 你越經歷天堂更多 有神同在就不孤單了 因為神陪著我們 我們就不再孤單 不再一個人了 神同在叫我們開心 叫我們呢 每天都充滿喜樂 煩惱都會離開我們的 神又不丟下我們 就算有人丟下 就算有人丟下 丈夫丟下 或者是 甚至父母丟下 神都不丟下我們的 甚至被基督徒丟下 神也不會丟下我們的 神同在就更生我們 他和我們一起 我們又 發覺沒有那麼容易生氣 多謝天父 親吟主呢 沒有那麼容易生氣 因為神的同在更生我們 就開始想祝福人 神同在就像天堂一樣 我們坐在天堂上 享受神了 好了 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神喜悅 我們敬拜一世 神因我們敬拜 喜樂而歡呼 我們享受神 神也享受與我們一起 讓我們全心喜悅 敬拜神 這裡就是說 我們敬拜神 喜樂而歡呼 神很喜歡 我們享受神 神又享受我們一起 神又享受我們 我們 神又享受 跟我們一起 我們又享受神 神呢 歡喜我們 我們享受就是代表 因為神就是 在我們裏面做功 其實我們的享受 是因為神做功 所以我們有開心 會能夠享受 讓我們全心 喜歡親近的神 在這一陣子 就享受神 讓神的喜樂平安 來到我身上 跟著神復興我們 一起讀 神隨時想復興我們 求主赦滅我們 會有復興的心 被神復興是有福的 我們關心天國的事 求主赤火熱的靈 神喜悅我們關心復興 師彼壽更為有福 神必賞賜 帶同復興的人 求神使用我們 我們經過有時候 都可以求主 復興這班人 我試過有些人 我見到有些人祈禱 他們祈禱復興 就是這樣的 神下我們需要你復興 快點復興我們 神下我們需要你 神下復興的火來到了 這種祈禱 我不是說他錯 但是我們可以更加 觸實神應去 根本神就想去復興 所以不是好像 求神去復興 神你根本很想我們復興 我們只要我們的心意更新而變化 跟從你 你就會復興我們 你今天就可以復興我們 不用等到第二天 不用等到港元來到 今天 現在 立刻可以被神更新改變 立刻說 神這麼好 我就每天親近祂 神這麼好 每天服侍祂就是更新了 就是復興了 那麼不難的 神很想復興我們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有很多人就好像覺得 很難復興 很難更新 很難行神的路 但其實不難的 因為神根本很想祝福我們 神隨時都想復興我們 求主卸免我們 沒有復興的心意 我認罪 主說我沒有關心你的天國 求主你卸免我們 相信被神復興是有福的 我們被神更新 我們就變成有福的人了 那麼我們又關心天國的事 神呀你關心你的教會 然後你的教會心裡火熱 關心你的事 然後每個基督徒都關心你的事 神呀我們關心你的天國 就是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都了達出 還有求主賜這個火熱的靈 神呀賜給我們火熱的心 但是同時有信心 神呀當我們有信心 你的火熱就來到 由我們心裡為你的神的天國 大發熱心 因為神就是火熱的神 你說熱心必成全者是 神是一個熱心的神 神是不斷想更新我們的 神喜我們關心復興 當我們關心復興的時候 神是很喜歡的 當我們有心 你想不給神復興呀 當我們想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快樂的 神拍攝獎的 我們施比授 我們祝福人 是更為有福的 我們祝福本地教會 我們祝福別的地方的教會 神是歡喜的 還有我們帶動復興 神就賞賜了 當我們為復興祷告 我們去幫人復興 更新每一個人 神就歡喜了 神就賞賜的 求神使用我們每一個 阿里多耶 神使用我們每一個 好了 當我們的敬拜 一直向上的時候 我們就越來越被提升了 我現在去到這裡 不同的主題 我想讓大家嘗試操練一下 現在我會用一個琴 用琴是很不同的 因為音樂真的是神的禮物 我嘗試帶領大家 你留意一下 第一 你就享受 第二 你就留意一下 我在做什麼 我們在內容裡面可以做什麼 一部分就是 講到神多好 這是宣慮神的恩典 這是恩典的祈禱 然後跟著我們回應神 我們愛神 我們感激神 我們又可以有互動的祈禱 神現在很寬理我們祈禱 也可以有指示人怎麼做 我們要一齊專心投入 愛我們的主 我們全心全意愛我們的主 這就是帶領人去全心全意 即是指示 我們可以有恩典的祈禱 我們一起講 恩典的祈禱 敬拜的祈禱 互動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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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指示 指示 指示人怎麼做 指示人怎麼做 這不是祈禱 這不是指示人怎麼做 OK 首先我所講的祈禱 或者令靈拜的方式 就是怎樣 在一個主題停留在這裏 讓人能夠明白 OK 好 我們現在每個黑文餐 主耶穌多謝讚美你 多謝讚美你 你是每天恩典的神 每天恩典的神 很多很多恩典的神 很多恩典的神 好 這一陣子你不要跟我講 不用的你說 即是我們有我們講 不是 你聽我怎麼講 我聽你講 好 主耶穌靈神 有時如果是敬拜的事都可以唱 但是我們唱的時候 也不是太長的祈禱 有時我們不是太長的 OK 好 感謝天父 神現在在這個地方祝福我們 阿里奈亞 神在這個地方祝福我們 神定義祝福我們 神看見我們就歡喜快樂 多謝耶穌 我們不配的 耶穌我們不配 但你看見我們就歡喜快樂 你就定義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來到你面前 可以很開心 輕散 主耶穌 我們在你的同在 真美好 真美好 耶穌 耶穌 耶穌在我身旁 耶穌在我心中 耶穌 耶穌 耶穌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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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我身裡面 耶穌在我們擁抱著我們 耶穌在我們 耶穌在我身旁 有神的同在真好 神的同在改變我們 神的同在就変化我們 神的同在就医治我們 有神的痛在身上 神的痛在不难的 因为神在找着我们 神在找着我们 我们随时随地打开心 神就马上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是神在找着我们的 耶稣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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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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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你的痛在我们就改变了 有你的痛在我们就愿意而开心 我们的心里就得意志 有神的痛在我们的心里就改变 有神的痛在我们就变得更加爱主 更加爱人如己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有你痛在真好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想永远留在你的痛在里面 我们想永远留在你的痛在里面 我们敬拜祷告 逢主耶稣圣名阿们 阿们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才会用什么主题 赞美 耶稣的爱 我一直在用神的痛在 神的痛在 一路说神的痛在 因为你们太不享受 所以在说神的痛在 最后说到神的痛在是如何更新我们的 最初说到神的痛在 多么美好 那你怎样可以享受 神是永远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停留呢 大家听听一下 OK 大家听听 为什么我要这样停留 因为你就这样说 神就和我们一起 神就整天陪着我 神在我前后环绕我 那你说这些是真理 不过当你不能够令到人的心里面有共鸣 感受到这个益处 还有停留在这个主题 好了 我再做一次 因为你们分了心 在这一阵你试一下 专心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今次有什么主题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你是带着很多礼物来的神 神啊 你有很多礼物送给我们 我们多谢你 O耶稣 耶稣 厚志于众人 神啊 你将很多恩怜 厚志给众人的 多谢主你赐给我们有生命 神啊 你给我们有生命 有肉体的生命 有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 首先我们得到的礼物 就是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你又给我们虽然的一切 我们可以享受你虽然的一切 多谢天父 神啊 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生命 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 你又给我们恩慈 让我们能够去歌唱赞美你 歌唱赞美都是用恩慈的 多谢主 我们可以歌唱赞美你 O耶稣 我又借气多 主耶稣基督的我 我又借气多 主耶稣基督的我 我又借气多 主耶稣基督的我 给世上赞美上赞美上赞美他 哈利路人 主耶 我们越进入你里面 就越领受多些礼物 你给我们很多礼物 你将平安 起来一次 我们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无重担烦恼 主耶 在这个同在 真的好得无比 在这个同在 我们就领受很多礼物 我们越来越喜乐平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啊 你给我们的喜乐平安 真好 你给我们的生命 真好 我们领受很多礼物 我们多谢你 你给我们有手有脚 多谢你 你给我们有一切 多谢你 主啊 我们享受你给我们一切 我们都要将我们所有得到的 用在主和天国的身上 是吗 是吗 哈利路亚 我们所领受的 都可以祝福别人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赞免天父 来到奉主耶稣的圣命 阿们 阿们 好 这次我们有什么主题 恩典 不是 恩赐 主赐的礼物 是的 主赐各样的礼物 主赐 说什么礼物 主赐说什么礼物 主赐给我们有恩赐 是的 其中一件事 主赐给我们的礼物 第一 我说有生命 有育体的生命 有永远的生命 有我们需要用的一切 又给我们有喜乐 有平安 又给我们能够用出来 祝福人 我们所有的都可以用出来 对不对 让我们自己有脚 是的 即是说 我们将每一个主题 试试去发挥 那你发挥得不够完美 不要紧要的 不要紧要的 对不对 好 哈利利亚 多谢主耶稣 哈利利亚 主啊 求主你赐福兴的火 求主你福兴我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需要福兴 因为我们没有福兴的时候 我们懒洋洋 要说吧 没有力量 哦 耶稣 哦 哦 耶稣 福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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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亚 主啊 被你福兴是有福的 被你福兴的人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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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 不是给神福兴的 三好二 哦 祝福很多人 其中一个他很重要 祝福的人 就是大胃 是 他兴起大胃 大胃见到他的敬拜方式 所以后来大胃有一个二十四小时的敬拜 七 二十四七 哈利路亚 神啊 当你福兴的人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美好 你福兴的人是何等美好 神啊我们愿意给你福兴更生 我们愿意给你福兴更生 我们愿意给你福兴更生 我们都可以的 哦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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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神所喜悦的 我们愿意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是神所喜悦的 哈利路亚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以根深而变化 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愿意 主啊 我们愿意在这一刻 将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福兴 我们的生命 靠你使用 我们的生命比神使用更加美好 我们就祝福很多人 我们就祝福这个社区 我们就祝福这个国家 我们就祝福这个世界 主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好像沙漠 可以好像大位 可以好像保罗 可以好像彼得 去带动福兴主耶稣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 只要我们今天说 神啊 我愿意多亲近你 我愿意多亲近你 我愿意将我的时间摆上 我愿意去亲近你 给你更生我们的生命 我将生命摆上 求主你使用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愿意将生命献上 耶稣 耶稣 我们深深地相信 被你福兴的人 是有福的 我们今天就开始福了 由一件小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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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去更加开灵 我们愿意去 关心周围的人 现在你试试 就为这里一个人祈祷 就为一个其中的人 你就开声祷告神 祝福祂 奉兴祂的生命 我愿意给神去用 祝福祂 我愿意给神去用 祝福祂 我愿意关心祂 我愿意给神去使用 神就祝福我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敬拜奉告奉主耶稣的生命 阿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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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祂 其实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 你发觉我自己说到 我们如何将身体献上 给神使用 亦都说到被神福兴的人有福 我提到圣经有哪些人物 撒母义 大卫 大卫 保罗 保罗 毕德 毕德 都是给神使用 就是说他们被复兴 就是有福 那由最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最后那时呢 我就 我就邀请大家做什么 为人祈祷 是的 就开始复兴了 多亲人神就开始为人祈祷 这个都是复兴的开始 哈利路亚 我想大家带领那个祷告的方式 不是只是代祷 嗯 因为代祷呢 就是 祈求神的帮助和祝福 我是想 大家呢 是带领一种 亲近神 敬拜神 或者是敬拜 或者是在祷告 带领些人进入神的同在 带领人进入一个神更加强烈的同在 就是你这样祈求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祈求的心态 就是一个悟性的口供 就是 我就想大家呢 就是 其中一个是宣告神的恩典 某一样东西 某一方面 然后那方面呢 你可以更加发挥的 就 又可以有回应 就 譬如说到 神的喜乐 譬如这样 在神的同在 是喜乐的 在这方面 可以一会儿 你听我讲 我怎么去进入 那也都呢 可以鼓励大家放下重担 这个是指示了 大家放下重担 放下重担 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喜乐 这个是指示了 另外呢 就亲近神了 神啊 你是喜乐的来源 我们感谢赞给你 你是喜乐的来源 即是去 亲近神 那这个 这样的 祷告的方式 目的是什么呢 让人 不要只是说 求神 你让我喜乐 求神 你让我开心 求神 你拿走重担 那这种呢 就会是一种 不性的祷告 有时候 这种祷告都未必能够 进入到喜乐 OK 现在试一下 大家黑盲眼 试一下 一起去进入一下 多谢天父 神啊 你一位喜乐的神 Hallelujah 在天堂那里 再没有烦恼的 在天堂那里 再没有重担 因为神 你就是一位喜乐的神 Hallelujah 主啊 在你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有喜乐 就可以有平安 就可以有力量 Hallelujah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只求我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只求我 我有这喜乐 喜乐 主耶稣只求我 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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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天父 是一位喜乐的神 有时我们带着那些重担 在这儿一阵 我们把那些重担 放下 主耶稣 我们有时烦恼 italian 一些东西 其实不需要 在这儿一阵 我们就放下这些烦恼 放下那些不开心的 那些重担的心 毅住 喊住 但是神一定帮我们的 神祢一定先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放下重担烦恼 Hallelujah 我们放下这些重担烦恼 让我们的心里面平稳安静 让神祢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涌流不息 Hallelujah 赞美天父 在祢里面有永远的福乐 有永远的喜乐 有神真好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我们一直到天堂的时候 真的没了烦恼 在那里真的很轻散 在那里开心得不得了 但其实我们在地上可以如同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都可以放下这些烦恼的 就算我们有烦恼又怎样呢 有烦恼神都一定帮我们的 我们就放下这些重担 主啊帮我们放下这些重担 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的心能够放下这些重担 Hallelujah Say Fall 我的灵 Say 我能 G By Lay Say Say Fall 我的灵 Say 我能 Zan Lay Ming 求主释放我们的心 让重担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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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 Dat Say Fall Say Fall 我的灵 Lay Kin Bai Lay 主啊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全然轻手 那只小雀飞到你那里 没了烦恼 没了重担 享受神的喜乐平安 因为神就有祂喜乐的神 哦 你能够满足我们的灵 真好啊 主啊 我们就放下这些烦恼 轻轻松松来到你面前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阿里雷亚 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圣命 阿姆 阿里雷亚 先来 留意一诗先 我们这样带领 主题是什么 第一 主题是什么 我讲了先开始的 主题是什么 我们 起落嘛 我以为开始 我会讲起落的 我会讲起落的 好了 我想讲一下 你现在记不记得 我一直讲起落 一直由头到尾都讲起落 还有又放下重担 让我们的烦恼都放下了 又可以再地如同在天上 天上可以起落 神本室就起落 那简单的歌就已经成功了 但我们如果带敬拜 不懂唱歌呢 老朗默诗诗有点 播歌 是 如果你是不懂唱歌的时候 你是很难带敬拜的 就是你可以带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讲 但是祷告和敬拜 那你留意 如果我们就是说 求神你给我们起落 我们现在很重担烦恼 求神你拿走我们重担烦恼 让我们起落 是不是这样 是否跟祂先的祈祷很不同 是啊 祂先是因为 一直帮你享受 帮你享受神 在活在神的起落里面 就是神的爱中 这个就是我想大家去试下做的 为什么我讲到有一个主题 其实你可以多过一个主题 但是你不要这样一句 啊 神啊 你的爱充满我们 多谢天父 我们又可以好喜乐 多谢天父 又叫我们好喜乐 神啊又给我们力量 激励我们的心 奉献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那你说两句 又说第二个主题 那些人就会好像 很散 很散 目搜是一个主题 OK 变化不浅 深一点呢 深一点就会 那个要点是这样的 就是你一个主题 譬如你讲到起落 你不要只两句 一句神啊给我们起落 那你跟着就跳到第二样东西 就变成了呢 你就会 那些人都没进到 那你就走到第二样了 是不是 就达不到目的 就是留在一个主题的目的 但是留在主题多久呢 是在乎你的 你可以是两分钟 三分钟都可以的 不过我才特意留来一些 给你看一下 怎么可以留来一些 就是你不需要留十分钟 在一个主题 除非你真的有这个感觉 那你一个敬拜 你可以有不同的主题 在那个敬拜里面 但是不适宜很多个主题 就是不适宜 因为太繁忙 太繁忙又不适合的 那为什么要停留呢 就不要让你好像 就是好像花轮转 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的人的时候 就跟不了 所以我们就会停留在一个主题 起码停留在一分钟 就是一分钟 就是停留在一个 就是一个时间 就是说说 说出神的恩典 祂的属性 是会有一种感动的能力的 就是比如说 就很简单 主帮助你 主帮助你 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有时候 丈夫也不太认识 太太也不认识 是神你认识我们 神你知道我的内心 而你知道的时候 你很接纳我们 多谢主你接纳我们 神啊我们都愿意更加认识你 我们愿意更加认识你 进入你的里面 噢耶稣好 主啊有你认识我真好 有你知道我的心真好 我就知道我是宝贵的 是给你所看戏的 哈利路亚 我谢主祈祷奉耶稣明 阿们 就是说 人家是有感性的 感性 是的 感性 就是好像跟耶稣谈情 是的 还有就是将一样 他一样客观的事情 说得出来 让人感觉到那种美好 神那种美善